支持国民党是最爱护国民党的 手拿旗帜标语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高声呐喊 他们是郭台铭的支持者 会与国民党高层赶快让郭台铭出战2024 不过传出郭台铭对国民党已经死心 媒体人踢爆郭台铭因为不满 现在来迎外传的初选将采用桃源模式以及全民调制 没有为郭台铭开后门 因此郭台铭可能会退出2024的总统选战 回不了国民党会不会转头频频招手的民众党 来个郭柯佩同样传出郭柯佩已经破局 但郭台铭心亏意冷下来迎口中的整合非绿联盟 恐怕也会大破局 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以国民党来说 我个人还是会认为国民党还是应该在 非绿联盟寻求团结跟整合 设局的方式设套的方式 要郭董往里面跳的话 我想以郭董的性格 他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安排 至少到目前为止 因为他没有任何党籍的羁绊 所以他是一个年年参选的自由人 郭台铭是不是已经放弃参选2024 还是未知数 但同样身为来迎热门人选的新美市长侯友宜 可不敢大意 在前一天的228纪念活动上 更是喊出三平三安 俨然国家领导人格局被外界解读是参选2024的棋首室 那昨天讲了三平跟三安 在地方也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当然国家整体上中央在地方的合作上 更应该朝向这一个方式来做进行 对于2024开始做一个暖身运动 因为2024年可能选 主导选战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两岸议题 因此还从这个两岸议题里面开始出发 虽然还没正式表态 但侯友宜不再被动 主动提及两岸全国性问题 要证明自己内政外交通通懂 先为2024大选热身 欢迎新闻 宋君与王与德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